他值得被人祝福 因为韩然然 自婚三里 有很多网友嘲笑他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 他每次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正常恋爱 没有做小三 没有插足破坏别人家庭 也没有玩弄别人感情 他想嫁的人愿意娶他 即使在追寻幸福的路上 遇到了一些坎坷 他也永远保持着对真爱的向往 他勇敢 坦荡 真诚 大方 就像英式航发文祝福时说的 他一直很炙热 像高中生 也还在青春 他不怕受伤 不怕输 不会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 就失去对爱的信心 喜欢就喜欢 爱就热烈 他对自己的小孩认真负责 也对每一个爱的人负责 再有钱 也不会去做婚前财产公正 因为他怕伤到另一半的心 说大不了就分他一半 钱没了可以再赚 同往幸福的门 多敲几次 又怎样呢 希望这样真诚追爱的人 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幸福